这感情虽然不是洪水猛兽 但也永远都是覆水难收 这受了情伤之后呢 往往需要一段时间来平复伤口 李晨和张群宇分手之后呢 很多人都在担心李晨的状况如何 最近他的好兄弟杜淳呢 就像我们透露了李晨的情况 最近你的好兄弟李晨 也是遇到感觉上面一些挫折 你用私家里就约他一起吃饭啊 让他放松放松 我约了我想让他放松 结果他特好 而且他完全走出了 就是外界认为他走不出的任何的东西 然后也运动 然后也爱说话 什么各个方面状态 都跟原来一模一样 当天时杜淳和影儿主演的电影 谁说我们不会爱的发布会 作为李晨的好兄弟 在他经历感情挫折后 杜淳也是相当担心 凭着演艺圈的压力 明显艺人的感情 多少显得有些脆弱 也格外珍惜 这一点杜淳深有体会 和女友杨璐感情稳定的她 从不另于向大家分享 再加上今年多次作为伴郎 出席朋友婚礼 32岁的杜淳如今对婚姻十分向往 会在两年或者三年之内来 对 我觉得真的差不多了 我觉得最长是这个时间吧